欢迎大家来到《一解困打》 2014年4月28日是言论自由行正式开台一周年的日子 因为我们2013年4月28日做了一个记者会 正式宣布我们的揭幕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 台庆也要讲新闻 原以为星期一的早上就是新闻很聚焦起的一件事 谁不知因为真的是星期一的缘故 香港的保障仍然都是散散的 平时星期一是散的 我认为昨天地铁路线坏了 应该是大新闻 应该分分都讲这件事 结果原来真的不是 我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是 首先我们先讲讲Router的中文 中文是什么呢 路游戏 路游戏 千万不要误会 不是你打机打到很愤怒 很愤怒的游戏 Router就是一条路的路 游他去罢的游戏 然后游戏 游戏的游戏 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游戏 以前吃那些 油游戏 油游戏 哦 斗里酥 那个银色桶 简单来说 情报是这个头版 一个路游戏 地铁 坦满冬铁半小时 另外冬铁双重故障 控制室变盲 当然东方也是以此为头版新闻 日三坦 其实不止了 两天四坦 今早又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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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有灰色 详细我们都可以问阿洛 其实我们今次就发现 如果说第一个路游戏坏了 后备路游戏坏了 后备路游戏坏了 很少见的 其实是不完全正确的 这个说法 其实正确的说法是 路游戏坏了 自动跌落后备路游戏坏了 所谓英文的 SWITCH 转换程序 都坏了 坏了 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转换程序 很多时候 人们担心 是不会设计自动转换程序的 是 这个是 因为你的后备系统是不坏的 后备系统 后备路游戏坏的机会率很低 但其实 照计 如果是自动转换系统坏 你就有后备也没有用 所以 其实正常的程序 是 不会做一个自动的转换系统 这个可能是一个答案 因为现在是一个自动转换系统 出了事 它结果都是要受动的 是 要用手 所以就 痕瘩了半个小时 譬如 不要说到港铁这么复杂 币公司都是少到无论的小公司 我们是有三套后备系统 除了这辆车 有两个系统 即是你现在看这套东西 我们已经有两套系统 万一有什么事 我们都 还有另外一套 甚至乎没有电 我们都有后备发电机 在这里 如果真的再有事的时候 我们公司还有一套系统 还有 我们另外还有一套流动系统 你想想 其实 这里有一套后备系统 另外有一套流动系统 再起总部有一套系统 我们也有三套后备系统 但是我们用人手转换 我们就用人手转换 我们服务的 即是观众和地铁服务的成果 我认为完全不能比较 是 但是 但是我们都三套后备系统 即是证明什么呢 我想只是证明一件事 你是认真 就是为了我们的观众 就很认真 很认真 至于讲解了 隨便吧 即是遇到这个情况 最主要是说这一件事 路由器出事 其实有很多原因 他今早就说信号故障 未必是路由器出事 但是我觉得不需要这么快 说要换了路由器 或者什么 其实现在是 后备系统无法自动启动 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你多抢几个人 就等人动 手动 即是你不要借交 这个其实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答案 你问为什么今早有信号故障 我就不知道 而且今早有些人问一些问题 都很有趣 是不是因为加密班次 所以弄爆了路由器 是 接着有很多专家忍着笑地回答 我听着他们 即是那个情况是犹豫点 哇 阿波 你多做一个节目 你会弄爆你而来之后 行到路由器 这样 即是 我觉得弄爆的车厢 和弄爆的路由器 其实不是同一个比例 其实真的 详细都可以问一下我们的 就是 就是 科技人员 的资料库 或者 我们 阿洛都知道 如果那次用八甲 即是担一些信息 就可能会 即是两只脚都会有信息 飞不起了 对了 对了 不如数据太多 是 不过你 加日班次弄爆车厢 即是 我不知道怎么想到 真的 那些专家就会觉得 可能车厢 即是 11年用了 是否时候要更生呢 这个 这个还可以想想 因为可能 机件旧化 可能会坏 或者这么多年来 都没坏过 它也是机器 始终有一天会坏 这个都可以想 但是你说 如果用班次多了 而它弄爆了 就比较 我们很快就说 今天还有什么其他头版 好不好 除了露游戏之外 我们今天还有 散修修的 有些都是隐清最痛的 这个新报头版 都可以做了头版 另外 MATCHO更厉害 五一变来了 说那些人 发起五一黄金周 就来香港 我觉得这个也是 很明显 都市日报 是否周末不用上班 所以已经做定了 我不知道 但是AM730 就好一点 国民党宣布核四停工 国际头版新闻 另外 变种自由行攻陷香港 什么叫变种自由行 X-Man 他那些恨黑的 其实是恨黑的 我觉得这个也很惨 就是强行拉到自由行 是不是 真的 我们也是 我们严格上来说 我们也属于变种自由行 我们是原来自由行 对不对 其实我们也是 然后 然后 这里 苹果日报 是自杀新闻 很恐怖 另外 经济日报 说 Sell in May But now it's April 其实 未来是死 还有 还有 头条日报 兄弟内控 一拍两散 老牌腐竹 王杰叶 成为了头条日报 这个很有趣 我觉得 你把你的快乐结束在别人 不是 你结业 有多有趣 有趣 我觉得很典型 很典型 中式公司的 通常 中国人说 很不过三代 你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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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 我同一个角度有趣 它很反映到 原来中国的 产业结构 全食的东西 到现在都未完成 如果是这样 香港老铺除了要面对 加租 其实 另一个问题 你面对的就是 如何传下去 这个外国经验似乎 丰富一些 后过很多家族企业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 是他们有一个很强的 信托法例的原因 就是所谓trust 当然了 说到trust这家东西 信任这家东西 中国人 很难信任人 越在家人 越在家人越反而 越在家人 有见及你这么关注 这一条题目 我得出一个答案 就是 本公司所有的东西 我都会全部交给你们 做的了 那就可以快点交给你 那不用了 信多的人 就不用了